梦幻天价长寿面,一晚被炒到200万 在梦幻早期有16种烹饪 但其中一种烹饪影响着整个梦幻 它就是长寿面 这里必须提到一个道具,飞行旗 众所周知,要为长安城的旗子定坐标 必须拥有三级的旗门盾甲,俗称插旗 旋满三级插旗需要12点剧情点 而通过玄奘的绅士剧情,恰好是12点 其中剧情中有这样一环任务 在大唐国境的红州有个叫婆婆的NPC 会和你索要一碗长寿面 而在新区,这碗长寿面成为了三级插旗技能的关键 如果通过帮派将烹饪学到45级 就是10天以后的事情,根本占不到先机 但有人就在第4天就将长安旗子摆上了摊位 是为什么呢? 故事便从这里开始了 让我们回到2006年 在当时的新区,第二天就有很多人可以升到40级 抓鬼成为了升级的主要手段 驿站的旗子成为必备品 如何搞到第一碗长寿面成为了商人的必争之地 烹饪技巧可以从长安的紫衣道 大唐国境的黑山老妖或帮派的福利总管进行学习 其中紫衣道和黑山老妖烹饪的等级上限是40级 而烹饪长寿面需要45级 自然是不满足要求 再看帮派的福利总管 从建立帮派到烹饪等级达45级 至少需要7到10点的时间 那时,新区没有等级限制 在第4天就有玩家能达到60级 然而60级是一个节点 因为会开放一个新任务 任务链俗称跑环 玩家们都知道 跑环所要的物品可以通过传说的方式得到 一位机智的玩家发现 跑环任务中会要长寿面 通过传说获得的长寿面 可以通用于婆婆所需的长寿面 至此,他疯狂的跑环 只为跑到所要长寿面的任务 他就可以通过传说拿到第一碗长寿面 得到长寿面后可以进行出售 至于价格吗 可以用漫天要价来形容 或直接交给红州的婆婆来换取剧情点 学习三级奇门盾甲来赚取第一桶金 你会发现通过跑环获得长寿面在第4天 通过帮派学习烹饪在第10天 中间的6天就是一个空白区 就在这期间 一个20次的长安棋就能卖到4-5万 如果垄断一天收入就是一个亿 垄断三天的话 你就能掌握这个区的物价了 直到2009年9月1日 官方将玄奘的绅士剧情进行调整 婆婆所需长寿面调整为烤鸭 至此长寿面一下有200万跌落到无人问津